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这个令人惊叹的酥脆外皮 很难让人不吃它 分量有大小份 或是直接整条带走 肥瘦可以依喜好自己选择 很棒 接下来请仔细聆听 刀起刀落伴随猪皮切断时的清脆声响 我的牙齿已经迫不及待 想跟他对决了 贴心的老板 还吃别招待我们试吃 这次在刀上的诱惑 可是吓不倒我的 肥瘦餐饭 完美 外带用纸盒装 等等就把你消灭 后面还有一堆等待包装 就是准备做真空包装 再次感谢热情的老板 我们立刻马上开吃 另外腐辣椒粉 砂糖 还有洋葱 一入口就是牙齿 与酥脆猪皮碰撞的快感 接着补香 自然 肉香 在嘴里散发 生洋葱微甜的汁液 与香辣瓢壳的肉的油腻 腌料用了二十几种香料 果然香 肉烤的恰到好处 皮更是酥的完美 不夸张 这个是我目前吃过最好的脆皮烧肉 加上腊粉 更多了一些丝鸡 加糖我觉得没必要 原味已经够完美 才没一下子 就快被消灭了 来向上市场 不要错过哦 这家烤地瓜 也是必满 老板挑的地瓜大小适中 每一个都有专属位置 让炭火在特制炉里慢慢烘烤 开盖的同时 就可以闻到香甜的焦糖味 有才能57号地瓜的加持 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而且价格经济实惠 不管热的凉的冰的都好吃 小条的20元 当点心刚刚好 一掰开就是金黄颜色 还有浓浓香甜味 香甜又软绵 口感还很湿润 碳烤的火候和时间 控制得很好 一烤过头 或放太久 就干巴巴了 如果不要错过 再来用甜点来盖 ending 选择众多 就吃招牌豆花 配料也超多选择 红豆 绿豆 花生莲子等等 料多又实在 红豆甜蜜入味 赤鱼豆香甜松软 玉圆软去又有嚼劲 自制豆花 口感滑顺 豆香非常棒 料多 看起来就很满足 接下来看舞表演了 把好料 全部装进柱子里 两个小盖 先红豆 自己和可以 把好料 重复 的 是 红豆 3 4 6 6 7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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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 谢谢各位支持 2023年 我也会持续分享好吃的给各位 今天就到这 下次继续吃